大头很难看 在今天刚发布的蒲草训练大头草规描视频中 不少朋友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啥要培养大头 正常点不好吗 为何要草规大头 不觉得很难看吗 大头好恶心 正常的才顺眼 其实呢 东归先生的观点和大家一样 从来没有觉得大头草规好看 脑袋大了以后 呆头呆脑的确实难看 相信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正常观点 当然 这并不是说喜欢大头草规的人就不正常 实际上 爱好就是因人而异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 这很正常 所以东归先生不喜欢大头草规 绝不是号召大家也去不喜欢 实际上 东归先生培养大头草规 和喜不喜欢没啥关系 事情的根本原因是 2023年3月份开始 一批贩卖大头草规和变异草规的规商 他们通常贩卖几百几千几万块钱一只的大头草规 这些大头规商在各平台 对东归先生进行了疯狂攻击至今 然后东归先生才决定在5月份开启 几毛钱一只的普通草规苗 训练大头草规试验 这个试验到现在已经快4个月了 后面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来系统回顾总结一下试验心得体会 这就是东归先生培养大头草规的原因 绝对不是因为喜欢这种大脑袋的草规 所以如果大家也不喜欢 就没必要跟着东归先生一起试验 大头草规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一两年三五年就能成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头草规 基本都是10年以上的草规 大头草规实际就是普通草规 在特定生活环境下岁月的烙印 年龄越大越明显 所以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 这玩意根本就培养不下去 当然了 如果大家有喜欢大脑袋草规的 东归先生欢迎一起训练 因为饲养宠物 本质上就是看着宠物成长变化 所以自己亲手把一只几毛钱的普通草规苗 训练成脑袋大的草规 这种成就感绝对要比买现成的更好 所以喜欢大头草规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和东归先生一起试验 不喜欢大头草规的朋友们 欢迎观看东归先生的试验 并顺便观摩一下 那些疯狂攻击东归先生的大头 龟伤们的嘴脸 这就是东归先生做蒲草苗 训练大头乌龟试验的原因 和爱好没啥关系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简单省心少花钱 明白养宠不受骗 尽在东归先生古法养龟养鱼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